全新的微软模拟飞行 模拟了一整个地球 我们可以飞往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 但由于对硬件的需求相当高 已经被玩家们牺牲为次时代显卡危机 想流畅的看风景都成了问题 随着Xbox版本的问世 PC版也得到了同步更新 在之前的预告中 官方曾表示此次更新将会大幅优化 渲染引擎的运行效率 Hi 大家好 这里是迪亚波罗湖大波湖 在本期视频中 我们就来看看 ASOBO陨落的巨大帧率提升是否属实 在开始对比测试之前 先说明一下测试环境 大波湖目前使用锐龙3700X加RTX3070 现在画面上列出了其他的PC硬件详情 游戏设置上 采用Ultra超高画质1440P分辨率 目前纽约曼哈顿是全游戏中渲染压力最大的区域之一 建于此 大波湖专门制作了一个飞行计划 从纽约肯尼迪机场上空开始 经拉瓜迪亚机场飞向曼哈顿闹市区 全程使用自动驾驶 并使用一个固定的自定义视角 确保前后两次的飞行条件一致 首先是旧PC版 可以看到在接近拉瓜迪亚机场时 针率必尽各位数 但此时无论是CPU还是GPU都没有满复核运作 渲染流程上还有很大的优化空间 另外虽然针时间图上表现不出来 但能明显感觉到有普遍的顺时卡顿情况 之后在曼哈顿上空 针率依旧很惨烈 而且硬件没有满复核运作的问题依旧存在 各位也许发现了 有些大楼看上去很糟糕 但这并不是照片测绘地景应有的样子 很大原因是由于针率过低 测绘地景来不及更新ROD 作为对比 现在画面中的是我常用的画质设置下的表现 可以看到这些大楼的渲染结果很不错 接下来试试更新后的PC版 这还有什么可说的 各位赶紧更新 拿起摇杆熬向蓝天吧 至于现在画面上这前后对比图 这就是作为完整测试流程把结果贴一下 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参考价值了 最后来一段本次测试飞行的完整快进 这就是这一段本次测试飞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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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关注、点赞、收藏哦 也欢迎分享给身边的飞行爱好者 如果有充电那就更好了 不知道各位PC版玩家 在新版本中的体验如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感想 有关更多飞行模拟相关的游戏视频 请见简介区的播放列表 或者前往飞行员大波湖官方主页 fly.dbh.one 在这里有分类整理的民航业 和模拟飞行相关的视频节目 最后感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